当时马戎和王宝强传出离婚的消息时,许多人都有不敢相信,随着一年之后,他们的风波还是没有平息。 在后来,又出现了白百合出轨模特张爱河的事件,真是让人大跌眼镜,白百合在一指谈,更是被传得沸沸扬扬,白百合的事业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 提起曹哥如今大家想到的应该都是可爱的小姐姐,当年爸爸去哪儿曹哥女儿丑蒙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除此之外在节目中,曝光的交替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 曹哥和妻子吴素玲2008年结婚,婚后欲有一子一女,近来曹哥的微博经常发布,离婚,你有什么想法之类的言语,网友纷飞猜测是不是有什么,网友还趁曹哥离婚,一点不奇怪,他总喝酒,一喝多就打老婆,而且喝多特别能做,林志颖的婚礼他喝多还闹过呢? 有意思的是,曹哥在事后没多久再次发布了一条动态,澄清了事件,不过字里行间还是存在着许多忧愁,虽然嘴上说着没事,但是很可能已经发生了婚变。 感谢您收的了含